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另外呢我们还要带您到巴黎的观音三下来看世界级的建筑资美 我们看到的是单下建三所设计的盛星旅周 好 欢迎今天的来宾风水专家林振英老师 大家好 还有建筑师许玉明 还有财因专家黄世聪 以及韩竹一起加入我们的好论 好 首先我们带各位来看一下 现在这个小坪树的房子 小宅 小豪宅 是不是又重新崛起了呢 但是我们先带各位来看一下 房市七成的买主年薪是不到百万元 过去大家讲说我们这个首购族 或者是年轻的族群的话 买不起房子 但是没有想到这一次的话 这个新闻出来以后 房市有七成的买主 居然全部都是首购族 我问一下两位 你们觉得目前的房地产景气 到底好不好 好像感觉有点回温了 看房的人多了 对 市场去年 大家来说是一个解冻 为什么说是解冻 如果你去年的成交动数的话 是26.6万 其实比前一年 2016年成长了8% 大家想说 不是房价往下修 结果成交量出来了 成交量出来 到底出来在什么地方 我们很仔细的去帮大家推敲 事实上是呈现一个M型化 什么叫M型化 如果2亿元以上的豪宅 去年成长了7% 也卖得不错 卖得不错 但是1000万以下的 尤其是500万以下的 卖得更好 卖得下下降 所以他告诉你什么 现在就是 豪宅我们买不起 所以我们不要看 但我们看的是 我们可能买得起的 现在有几个市场的趋势 就是第一个低总价 再来就是低频数 再来另外一个就是说 低于市场行情 叫做3D 尤其我们来仔细来跟大家推敲 刚才主持人讲到就是说 2017年我们用这个贷款 贷款的话你就买房子 你一定要贷款 贷款的话我们就去分析说 到底是哪些人去贷款 我们赫然发现到说 你看 如果你看 年所得未满60万以上的 有38% 也就是说去年的买物组里面的话 38%是这些人 他们的样本数有多少 5.6万 也就是说事实上他们的薪水是 他们家庭的收入 可能不到60万 但是他还是这样去买房 但他贷款的话 他一定买的就是比较小频数 你看年收入这么低 另外一个 60到100万的话 他大概是占 所有有效样本中间的30% 也就是告诉你是 去年的买房的主力来说的话 他的年收入 尤其是这个两个相加起来 大概已经是接近7成 他的年收入可能是不到百万的 你看年收入不到百万的话 那就不要告诉你什么意思 他一定买的就是 买的就是小房子 所以去年为什么这个房地产 整个景气会好 因为小房子 卖得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状况 如果按照这个房中业者的一个统计 来看的话 扣除掉双北市 双北市以外的地方 他们购屋的平均的一个价格带的话 总价大约是在800万左右 没错 双北市我在猜 就是双北的话 应该是新北市 大约就是在1000万上下 12左右 我问一下世聪 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房屋 购屋的一个总价来看的话 这个价格带的话 是不是一般的这所谓的 双性家族可以负担得了 对 如果以台中的话 是有可能负担得了 因为我们都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 你买房子的时候 当然你要第一个 投期款这个付下去 第二个就是说 希望你的这个缴利息 或是不要超过你的所得的三分之一 如果用这样去算的话 如果未满60万 如果你三分之一的话 一年大概用20万 去缴你的房贷 我觉得那在中南部是负担的期 但是你说在北部负担的期 负担不起 为什么 因为如果以我们有 之前有个统计数字 就是台北市 双北市的话 如果我们家计 以平均房价来看的话 你大概一个月要缴了 你的所得中间的50%到60% 你要去缴房贷 如果你买房子的话 平均房价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统计数字 我认为说 很多都是在中南部 买得非常多 我们举个例子 因为建商也很厉害 他一定闻到市场的气氛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去年很多的台中市 或是南部推出的建议都是什么 单户多套房 什么叫做单户多套房 也就是说他可能就是一户里面 他原本设计是 可能要给一个小家庭 但后来发现到说 糟糕 我用小家庭 我卖不出去 那我知道改变设计 改变设计就是 里面有非常多的套房 这样子是第一个 我可以如果有投资 要投资的话 我愿意给人家投资 再来就是说 我可以把它切割成很小的部分 卖出去 意思是同一个门牌吗 同一个门牌 同一个门牌 或是同一户里面 然后他把它切割 或是把它隔开 这样一个状况 你可以看到 包括说在台中过去的 台中车站这边 还有这个毯子加工区 这边有很多这个 还有87充画区等等 很多都是这样 但如果我们仔细再去分的话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们知道 中南部的话很多 现在投资客也慢慢出现 为什么投资客也敢出现 因为价格低 我举个例子 像台中市 台中市有很多知名的商圈 像冯甲商圈 一中商圈这些 这些商圈的话 里面的学生非常多 还有东海商圈 学生很多 学生很多的话 那种小套房一户的话 你少说可以租给 好像5000到8000 5000到8000的话 如果你台中市的那种小套房 有了一间房子不到100万 不到100万 你5000到8000 你的投资率是5% 那算很高 很高 所以为什么他们要推出这样的房子 因为第一个 很多如果年轻族群买不起的话 你如果愿意跟人家一起来 买这种小套房 可以买 另外一个就是投资客 他也会愿意去买 所以这种台中市的单户多套房 为什么会兴起 就是因为这样的趋势已经出现了 这样子是不是看起来的话 那个所谓的单户多套房的话 它的伸缩空间变大了 就变成进可供 退可守 对 我如果负担不起 这个所谓的贷款的话 我其实把其他间 把它拿去出租 来养这个房子的话 基本上是合理的 而且刚刚讲投报率5% 你知道放银行现在是负利率 对 负利率 至少现在银行的投报率 这个所谓的定存利率是1%多 但是我们的CPI是1%多 所以的确是实负利率 所以对这些年轻人来讲 为什么他会愿意去买 这种百万的套房 第一个我住进去 如果我真的要自住的话 小家庭两个人去住也OK 对不对 好 另外一个就是我如果 把它当成是一个投资工具 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投资工具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中南部的话市区的套房 大概都是在100到180万左右 所以他们就愿意进去买 为什么这个价格 为什么他们愿意进去买 因为说实在 我们看到这个房价 又在往下丘 很奇怪 这种小套房它反而不跌 它反而还略为往上扬升 大家想为什么会这么奇怪 因为你用投报率来看 它投报率是5% 你这个投报率是5%的 跟投报率是1%的 请问你会先砍哪一个 你会先砍投报率1%的 所以高房价反而高单价 它反而往下跌 但是这种低单价 它的投资价值就出现了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过去如果我们统计一下 过去5年的时间里面 政府打房的结果之后 他反而是房价往下修 但是房价的租金再往上涨 为什么会出现 这样很奇怪的状况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 包括说什么租赁专法 什么都要求说 你房东一定要 让你的房客去报税 所以这些很多的 所谓过去的费用里面 它会反映到房租上面 所以房租是不断的在往上涨 所以我请问两个专家好了 你会买一个房租再往上涨的 还是会买一个房租再往下跌的 当然是往上涨 对 所以反而是 在中南部反而是这种小套房 百万级的套房 现在是大家抢着要 好 不过刚刚世聪有特别提到 就是说台中地区 尤其是在这个学区附近的话 他们的租金行情 以及投报率非常的高 我们给各位来看一下 台中大学附近的话 学区的套房的投报率 总价大约是在100到180万 寒阳台以及大部分是在 6到9坪左右 但是它的租金的话 大约是在5000到8圈 投报率大约是在5% 5%很高 这会不会是在台中 北部地区的学区的话 它的投报率有那么高吗 北部地区投报率来讲 相对是没有那么高 其实越南部来讲 投报率是越高 但这5%多其实还是算少的 是因为最近房价涨了 不然你其实现在比如说想成大 然后再往南部那些熊大 这个基本上都还有6% 7%都有 但是现在房价涨 不然以前还有8% 9%都有 现在还有在涨吗 现在跌下去的话 应该是更高了吧 不是 我说最近这10年 已经涨很多了 不然以前的 就是说这种投资学生套房 是非常稳赚不便宜 而且它的 因为租金套房 套房的租金大概就是 你不可能太便宜 你随便也都有4 5千 可是你想 现在还是4 5千 可是房价已经涨很多 你看看未来的房价是很多 像台北来讲的话 相对 因为房价就是比较高 但是租金其实就是一样 学生能够负担 大概就是5千 8千 大概在这左右 所以租金相对就是比较低一点 像我们有三个大学 像淡大 府大 北大 它总价其实来讲 都大概在这个范围左右 淡大是比较便宜 100多万到300多万 所以它其实 它的租金投报相对也比较高 对 然后你越都市的 其实就越少 像府大来讲 它的投报大概3点多 北大其实也是在讲 三峡 北大 其实照道理来讲 它不应该投报 对 但是因为那边的房价 因为那边也算是一个 蛮好的一个投报区 新兴社区 规划是确实蛮不错的 所以它的投报是相对是这样 那府大为什么也可以这么高 是因为它其实旁边 不只是租学生 它其实有时候 因为它旁边有一些工业区 其实工业区 那些工业人 上班族 租金其实也蛮负得其的 所以大概越北部 越都会区 其实租金投报相对都是比较低的 责经厂会比较担心的就是说 我做了这样的一个投资的话 它虽然是低总价 我能够门槛是非常的低的 但是问题是说 我买来了以后 我即便有那个投报率 但是我要转手的时候 它会出现困难 它接手的意愿的话 可能就不会那么高 会不会有这种状况 就我自己养了很多很多的小套房 但是我转手转不出去 幸好是养套房 怕你讲养小三 是套房 套房绝对没有问题 你不用怕被套住 过去以前像这种什么两房一房 其实我们在看来是票房毒药 可是现在不景气 然后现在打房打成这样 其实反而是这种一房两房 反而是现在市场上的明星产品 因为这样最近也有统计 所以这个百万 这个去年来讲 大概七成以下都是这种 年收入在百万以下的 那这些买什么 就是买这种一房两房 对 这种就是基本上 你看自备款 比如说三百万 三百万它自备 套房层数没有那么高 可能大概七成或六成 你看它三成 大概九十万 九十万它就可以先拥有一间 自己的房子 再加上现在目前的房贷率率很低 所以它租其实非常好 你看一百 如果说它是带2百一来讲的话 它一个月交起来 其实很便宜 还蛮轻松的 这大概一千多块利息而已 对 你如果两年的 两年的宽限其他 前面两年大概是一千多块 然后现在贷款的 年限的话 也增加了30年了 所以现在手购组来讲 虽然说景气不好 到底有没有人在买 还是有 就是这些手购组 反正便宜来讲 其实基本上 就是这些手购组 还是非常的 可以接受的 韩祖你现在是租房子 还是买房子 我就想起来 我当初 刚出社会的时候 就想说房租一定要省省省 然后我就看到 找到那种三四十年的老公寓 那它就是房东 是一个六十坪的房子 然后把它隔成八间 我就看到八间 每间都是八千块 只有我那间 只有一间是六千 那我当然选六千了 但是进去之后才发现 那个格局很妙 它是七个房间围在外头 围在外边 然后中间有一个 完全没有对外窗的 那个就是我房间 就是六千块 六千块 所以我完全没有对外窗 我到夏天的时候 我在房间里 打电脑干嘛 呼吸的时候 接着我的气窗上面 全部都是我的气 然后我每个朋友都跟我说 刘涵竹 你怎么会住在这种地方 然后说你这样子 讲风水 这些就是行而上 就可能会不好 那如果讲科学一点的话 当然就是真的住了不舒服 太湿了 然后所以我就租 通常签约签一年 我连一年都没有租满 我就宁愿赔给他一点违约金 我还是搬出去了 这种其实我有很多经验 为什么 因为我这个 念完大雪之后 我就在北部 那我是嘉义人 所以我租了 我租过很多房子 各式各样的房子我都租过 像我曾经看过一个房子在 我不要说在哪里 在穆扎那附近的一个 什么XX社区 然后我进去的时候 那个房子你一看就不对 为什么 他那个整个地板就是不平衡 你丢个弹珠下去 他大概会这样滑过去 想说住这个地方 很便宜 很便宜的价格 但是我想说 住这个好像不太好 所以我也没去住 后来我还去看过一个就是 在这个林口那附近 因为我后来租房子租林口 林口的话 他其实是一个比较 他算是两人的那种小房子 然后他进去是怎样 门一打开之后 你可以看到这个洗衣机 就是洗衣台那个门 那个门的话也是一个门 另外一个门 后来我请教很多人 很多人就说 这个是穿堂煞 你千万不要去买 后来我想对 我们宁可信其有 尤其我们做股票的 比较明信 想说我就不要去买那种 不要去租那种 有穿堂煞的那种的房子 我还看过一个什么 就从这个我看网路上 那时候我在住木炸的时候 我网路上看到说 怎么有这么便宜 那个房子大概是13坪 13坪 然后他说他在顶楼 那顶楼我想说 顶楼很便宜 然后他那时候的话 13坪 因为我跟我妹要租 13坪他说一个月大概1万块 13坪很便宜 我就跟我妹去租 然后看那个网路上 PO的照片都很好看 那我也就进去里面看 真的很漂亮 我晚上去看 真的很漂亮 结果那天晚上 他就一直跟我吹 你快走 你走下去我给你收 九千块 我想说老板都这样讲 那房子格局我也还蛮喜欢的 我想说 好 那我就赶快跟他签约 那一天就签约了 签约之后 后来我隔天早上 我去看他会昏倒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 我那个房子在顶楼 对不对 顶楼 然后我从楼下往上看的时候 那个房子 外面有看到砖块 也就是他外面没有把那个水泥墙 把它孵上去 他外面他就是砖块裸露在那个位置 裸露是工业风 对 对 他工业风 对 我一开始如果现在 那时候还不懂 对 现在流行工业风 我会觉得很赞 这个真的是一个前卫的住宅 可是因为他是用砖头空起来 他外面没有用水泥把它封住 就那时候造成一个什么状况 这个夏天 会用水 对 夏天的时候 这个台风来了对不对 外面这样风吹雨打 因为风 那个台风来的时候是 雨是这样打的 这样打的时候 结果你知道 我的房间在哭泣 那个墙壁上 一条一条的水汁这样 对 如果你是那种 如果你是那种滴下来 还可以去接 但是这个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办 它是用流的 对 你就要一直擦 整个晚上台风 我根本不敢睡觉 冬天的时候也是一样 冬天因为我的房子 因为我妹就是 我想说这个房子 不要给我妹住 我就住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就弄一个床 靠在那个墙边 就你知道 我冬天在睡觉的时候 那个风还会吹 从我的脸上吹过去 用吹进来 所以就觉得说 我真的租屋很多美美嘎嘎 我们都要非常小心 所以想到比我还烂 其实不是只是看那个什么 租金的行情 房子里面的格局的话 其实非常的重要 但是其实说实在的 现在一般的小房子的话 根本不管你格局 到底是这样 了不起就是17坪 你能够没有什么穿床杀吗 里面通通什么都在里面 我要怎么去避开这些下 比如说刚刚讲的 你说你一开门 就看到这个洗衣台 对不对 那如果一开门 看到炉灶这种怎么办 这人家其实也还蛮忌讳的 对啊 甚至他说可能会破财 甚至是招来烂桃花 或者是 厕所跟这个炉灶相对 门对 香气对 就是它的厕所 因为空间太小的关系 所以它的浴室的话 会设计在厨房旁边 所以一旦开门的时候 两边其实是互通的 这气味相融 你炒菜的香气 跟这个嗯嗯的 看错味就在一起了这样 所以也有人会说 这样的状况 很像会很容易吵架 这也是一个风水的问题 可是怎么必啊 如果我的房子就这么小 就是这么小 我也没办法改它隔绝 而且又租来的 那怎么办呢 我们进门的时候 如果厕所对着 刚才讲对着那个门 那改善的方法 你说厕所跟厨房嘛 你就抽风机 你家的抽风机跟 如果你要省电 就跟电灯分离 然后你就整天把它开着 因为那抽风机大概 一台大概一两千块 大概用一年坏掉 你可以换一下 但是它气流 因为它往上抽 那厕所的气不会往外飘 它会往内走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不会厕所的汇气 跑到你的屋子里面来 所以这是一个解决 在厕所里头装个抽风机 那如果你是买 买这种小套房 那我们基本上 不太希望你开明火 因为明火一炒 你其实你空间不大 那个除非你的抽烟机 非常的强 你可以就像铁板烧 那个速度 它可以抽掉所有的烟 所以基本上你大概就是 能够问一点东西 因为你如果要像这个 这个传统式这样炒菜的话 那当然会影响 如果你不这样做 那当然就不会影响 不是说位置摆在哪里就错误 而是你使用上 有没有去炒你要好的气场 所以它其实基本上 还是有科学的原理在里面 那为什么不能对着灶 就是为什么不能对着灶 以前的灶 你要知道以前的灶 它是一个大的灶 它是在地上烧的 可是现在都不一样了 所以现在的炉 没有古代的这个问题 古代因为它那个灶 烧的时候地上的热量 它会产生磁场的变动 我们知道磁场只要经过770度 它就会没有磁场了 或者是那个震荡频率太高的时候 它磁场就会减弱 那现在的灶是开口 所以它没有一定的磁 以前的灶有灶口 它会有一定的磁 会影响地磁 所以现在几乎 没有那么严重 而且现在很多都是用 还不是用瓦斯 都是用电炉 电炉 所以就没有关系了吗 这个就等于不同 就没有以前的那么忌讳 所以这就还好 对 但是厕所跟炉灶 厕所那个气味 你就往外抽 往外抽就好了 对 另外还有那种呢 如果镜子对着床的这种 因为现在是小空间嘛 所以很多都装镜子 镜子对着床 你要加一个拉链 就是一个窗帘一样 你说镜子这边装拉链吗 装一条拉链 不是 多一个布把它盖起来 把镜子盖起来 睡觉的时候 这也很怪 那直接把它拿掉就好 我告诉你 这个影响会比炉灶 还有刚才厕所还要严重 比厕所还严重 当然 因为你休息的时候 你的灵魂是出去的 那现在的镜子 比以前的镜子强 它进来 它要回到你身上的时候 它会是撞镜子 它可能撞了好多次 那时候你是在做噩梦 或者是在昏睡 所以通常镜子 是跟灵魂有关系的 真的 就是你出窍 你出窍的时候 要回来的时候 撞镜子 那老师这样惨了 现在很多小空间 为了要让空间看起来大 通通都一大堆镜子 韩主就住过这样的房子啊 对 因为特别是我们在租小套房的时候 投资客通常最容易买小套房 他为了要让他的套房看起来大一点 通常他都会装很多镜子在里头 几乎四面都镜子 其实刚推进去的感觉是蛮好的 反射来反射去一定会照到的 你不要照到床 你照到床 那个睡觉是品质很差的 那后来怎么办 然后后来我就看到 都是镜子的房间 我就想说 那个一定要拿下来 因为 当然老师有提醒我们 这些跟于风水有关的东西 这要注意嘛 那另外我觉得从很科学的角度去看 就是你一开始看到一大堆镜子的时候 你晚上突然醒来 看到自己 你会吓到 不是说我卸妆太丑 是说真的看到人会吓到 韩主自己都会吓到自己 然后呢 还有我觉得也是一个 比较家居日常的角度来看的话 就是你镜子多的地方 你打扫不容易 因为你的指纹 什么什么都很容易沾上去 所以你的房子看起来也会觉得说 镜子本来要让你更通透更漂亮 但其实并没有 不管风水或科学上 我觉得真的都不好 真的 你可以在没有照到床的地方 加上去是有空间感 但是床真的不要加这个 就是有床的地方最好就不要 镜子不要照到床 那床对照门呢 那对照门 这个很多人 还有一个就是床的后面 现在其实有一些空间是这样子 它为了采光的关系 所以它的床后面是窗户 对 窗户 然后另外一个床的正前面的话呢 是门 对照大门 你先讲你的床头的后面 最好就是说侧面来光 没关系 不要正后面来光 正后面来光的话 基本上因为我们的 我们在睡觉的时候 我们希望是你的退夜技术多一点 所以这时候光线进来 它会干扰你的神经 以后年纪大的时候就会神经衰弱 因为它会搞不清楚 你想睡眠 搞不清楚那个生物时钟 白天黑夜 生物时钟会乱掉 那这个时候会造成了很多 你的这个错觉 所以以后你就 跟大自然就变成断线 是一个不自然的状态 那我装窗帘可以吗 当然可以 你有想办法 如果是窗 那你就晚上可以遮光 好一点的麻辣 这样就可以了 可以活动的使用 对门怎么办 对门的话就基本上 因为我们人睡觉的时候 会有一个印象 就是前置印象 就是说 我睡觉的时候前面有个门 那会造成心理上的 就是说万一有小偷进来 或有人开门 你会有一种不安的一种恐惧 会紧张啦 随时 所以通常我们也不建议 就是说如果能够 就是不要对门 就不要对门 不过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法 而且你如果在传统的 老人家里面 他认为我可能要死亡了才会 被抬出去 以前这叫做抬出去 因为你睡觉的时候 对啊 你现在也是这样说 那怎么办呢 通常你可以加双个门 就比如说外面有一层 你会比较安定 床尾加一个屏障这样吗 对 那你如果是外面的门 因为你刚刚讲的是套房 是很小的 所以你可以装一个内门跟外门 这样子的话 基本上你的安全感会比较好 那我用那个帘子呢 门上加帘子啊 门的这个地方 对 装那个 帘子也可以改善一些 对 因为有时候爸爸妈妈会想说 我儿子睡了没 我女儿睡了没 然后来检查一下 你睡了不会 然后门打开 也是会吓到人 那如果说是小 像刚刚讲 我们这就是小坪树 它就真的只能这样一个格局 会不会真的在租货在卖的时候 真的比较不好卖 请问一下我们执行长 是不是会有影响吗 这个我 说真的 现在目前所有人 那个在买套房 大部分都是租人家的比较多 那租人家的其实就不会去介意这么多 最主要就是地点好不好 大厅好不好 然后呢好不好租 这个投报率高不高 这个我想是投资者最重要的 那当然如果是自己住 当然会注意到这些小细节 可是通常来讲就是说 它是套房嘛 那反正也实际讲 为什么会买套房就是 经济上比较没有那么的充裕嘛 所以这些东西基本上 比较不会去那么的注重 因为现在很多标房 一脚不会太进去就可以住了那种 小套房啊 对 因为你空间就是那么有限 你怎么能够变得只在是 就像刚刚老师讲 大概你就是可能做那些 一些变化 就是这样的一个变更而已 对 像我们现在那种小房子的话 基本上都是单面采光 已经算是很好了 是 有采光就很好了 像刚刚韩族住的是没有采光 那种 韩族那个就是没有 租的话就是没有采光 对 没办法 如果说实在的租物市场里面的话 其实他们就讲究了 所谓的交通方不方便 但是能够利用的空间的话 他们都尽量利用 比如说床底下 床底下也会用到 用仙床 可以放很多东西 像放衣服 冬天用不到的棉被 或者是洋花人家送的礼物 通通都往床下摆 听说这个也会影响到风水 老师这跟我擦 主要就是说如果你要这样放 那么基本上你的下面那个防水 就是防潮的部分要做好 如果你防潮做好 就不会有问题 比较怕就是说你放进去 底下那个板子受潮 然后衣服也受潮 然后你就发霉你也不知道 那整个空间里面变成黴菌一堆 那这种就会不好 所以你如果一定要这样放 一定要那个买这个能够 那个防潮的 防潮的那一种 对 你如果没有防潮 是这样子会累积在里面 黴菌容易直升 所以老师讲得很对 就是信念的关系 其实建筑因人而设计的 所以必须要符合人的一个特性在 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 我们要带你来看的是 是位在巴黎观音三下 像发爪鱼一般的 丹下健三圣心女中 欢迎回到全能事务所 我问一下晶晶 什么样的建筑风格 是你喜欢的 我喜欢那个建筑 因为刚刚提到 必须因人而建 所以我希望它能够跟大自然 跟我们喜欢的大自然结合在一起 所以现在非常的强调 人跟自然之间的一个关系 接下来我要带你来看的是 位在这个巴黎观音三下 像八爪鱼一般的校色 这个校色非常的特别 它是国际级的大师 丹下健三所设计的圣心女中 我们圣心会是办教育的 我们1928年就去了上海 一直到1952年被共产党给没收了 我们都要退了 他就给我个飞机票 这是三点钟的飞机 西北航空公司到台湾 然后我们的省会长一来这边 他就喜欢了 他说你看这边多好 后面有观音山 前面有淡水河 然后这边是一个没有开发的地方 比较穷苦的地方 他说我们在这里办 正式开始规划是1965年 刚好日本正在发展一个 几乎在国际上面也很有发言权的 叫做代谢主义 那丹下健三其实就是这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人物 我们大家都等着他开会 他迟到了一个钟头 为什么 他坐那个船 他不知道淡水那时候 船是这样的船 就在那飘啊飘啊飘 他说他要建立一个房子 他一定要看四周的环境 他要知道这个大雪在这个地边 什么在这个大自然的背景配合 他依那个山市有没有 把这个整个 有点像一只蜘蛛 扒在那个观音山的山坡上面 然后它是可以有机成长的 就是第一二期工程 就可以从第一期继续接出去 所以你看他 在那个转角很多地方 都会有一些服务盒 就意思是说 把厕所 楼梯间 还有一些门厅的路口 都摆在那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准备可以接第二期工程 接第三期工程 那这里面其实他会有很多很有趣的 比如说 桥廊 那桥廊其实本来串到那栋修道院 它之后如果第二期工程刚好 这条桥廊就去串过去 就可以是一条串连所有三期工程的桥廊 他说一个学生学习绝对不是关在教室里 对着黑板 他说学生需要聊天的时间 自己思考的空间 所以他喜欢有长的corridor 绝对不是一个教室 然后第二个教室 然后第三个教室 一个学习是对开放的 你要选大自然 或者外面的环境 要帮助你的教育 我刚刚提到那个桥廊 下面的那些支撑的 我们说叫板柱 就意思是说 我觉得丹下建山做那件事情 你看它一般来讲 我们支撑一个桥廊 我们不是做两台柱子就好了 它没有这样做 它有些地方是做 就几乎用板柱 有的地方是这样 有些地方是这样 就意思说它刚好是成垂直 那空间我其实觉得非常好玩 那你都可以看出丹下建山 其实它一直考虑了这个 在观音山这地方的物理器 就意思是说 可能有东北季风 这个 比如说关于西塞的问题 我觉得它非常巧妙 当它在做这个遮阳板的时候 它就 你看它做遮阳板 它会做一个 窗子开的地方 做一个L型 因为阳光桶那边很高 我东北季桶那边 他解释的是说 这边的风景非常的好 每个窗户 我都给你表一幅画 你可以从它的窗户打开 你可以从它的窗户打开 你都是它 画一幅画 每个窗户是一幅画 我们现在今天餐厅的位置 你如果注意看它那个撤墙 开窗的方式是有点折进去的 我觉得是不得了 以那个年代 这样的设计密度 我相信我们的营造厂去盖的时候 心想 如果他想说都不是日本大师 如果这是台湾建筑师做的话 营造厂会骂人 因为那个增加很多施工的困难度 但我觉得 丹下建筑不是只是单纯来做这个造型 我觉得它做这些东西 都让这个建筑充满了魅力 比如说那个餐厅后面有一个逃生梯 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 那旁边的排水 它的意象也有 跟鸽子的意象有关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宗教建筑 因为鸽子代表天使等等之类 它的设计密度高到什么程度 如果你进到里面的空间 里面的栏杆的做法 我就觉得跟船的做法是非常像的 就是说那些微微的这种流动的曲线 栏杆的做法 有这种上来以后还会这样转到 就靠我们这个地方 让那个栏杆虽然不是很高 但它感觉上是很安全 为什么 这样我们就会跌离那个 会跌下去的那个空间 就会稍微远一点 或者我们在这个整体的建筑 比如说你在桥朗上面 看这个修道院 或过去的行政中心 你就会看到其实它有船的意象 因为它象征一种community 共同体 一种中世纪的一种 乡镇的生活 一堆人在那个地方 可以自给自主 代表一个完美的社区 原来顺心女大 成立的目的 其实它是要做一个综合的大学 它马上招收了两届的学生 后来就没有真的通过 1970年就说大学太多了 专科大学太多了 有一些建筑它没有完成 听说丹亚建筑三七到晚年的时候 他都还建议圣经会说 应该把教堂盖住 盖教堂对建筑师来讲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也是一个最能够表达设计概念 也是一个有同性的纪念性建筑 所以现在位置到现在都还空在那个地方 非常的可惜 我们办教育最重要的目的 所以是希望每一个学生 都可以过一个快乐 还有意义的生活 有这个能力在这个世界上 做一个世界的公民 所有这些过去的 台湾这块土地留下的美好 我觉得都会变成我们 随后创作的养分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珍惜 这种文化资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这栋建筑物大约是在1966年的时候 设计完工的 当时的社会的话 大概民国五十几年 盛新会在台湾盖了一个盛新女子 当初的规划是女子大学 但是大学没有完成 本来的设计图在旁边 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单架线3所设计的一个 盛新女子大学的一个设计图 但是我们刚刚看到画面上面 所呈现的一个盛新女子大学 是只有黑色的这个部分 这是完成的 这是完成的 另外很多虚线的部分的话 其实是未来的规划的设计 全部都在这边 原先的一个设计的话 其实在这里有一个教堂的预定地 很可惜这个教堂的预定地 并没有完工 完成的只有黑色的这个部分 刚刚徐教授也有说 建筑师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什么 要盖教堂 因为它是一个永恒的纪念 尤其最可以表现出 它的这个意念的地方 对 许建筑师听说要盖 这一座教堂 对不对 你要把它完成这个梦想了吗 其实今天的心 好像是小学生 然后来看老师的这个感觉 好 兴奋一定是有 但是就是 你如果了解到就是说 当下建筑师一个什么样的 心蓄上来盖这个建筑物的时候 你就会更加的很谦卑 所以就是说来设计这个 身心旅中她完成是54岁 50岁她的黛黛体育馆 已经是扬名全国了 扬名国具 她的业务多得不得了 为什么要来台湾这样的一个地方 而且还要笔图 不是说她来了就让她做 听说那时候有法国 意大利 跟日本在净土 是 你想想看 一个大师 你们邀请我 我还不见得去 但是他要笔图 所以你可以 由此可以想像她 对这个宗教意涵的一个景仰 其实她是一个女子中学 女子中学呢 她们之前学校有一个 百合花的运动游行 就是说全校师生 自己拿一个百合花 绕着教堂 绕着学社 然后最后回到圣母的地方 祈愿祈祷 但这个愿希望是发的 能够为大众的 然后这样子 所以这个持血相当多 所以最后呢 就是说设计一些团队呢 她是希望说 用百合花来郁郁 女性的一个坚韧 这个清新 还有这一个最重要的是呼吁 一个有机的一个形态的生长 其实你看她这一个花花来生长 它是一个单元 就一直扩散出去 扩散出去的 所以她可以完成这整个构架 那刚刚在VCR看到了这一个 我们说这一个雨遮窗户 朝着固定的一个方向 然后来遮光 这边的墙面 我们是采取同样的一个方向来做 当然现在这一个 还有一个外观的透视图 现在建筑执照也正在规划中 因为这个确实是年代很久 新的法规 旧的法规交错 所以这个真的不是这么容易的完成 不过这个说实在的 要设计这个教堂难度非常的高 那一块地区呢 其实教堂的预定地 原先就已经空下来了 那么一直到了这个丹夏建山 离开人世以后 他都一直希望说 这个教堂能够重新再拔下来 那么当初其实圣星会在这个修 要兴建圣星旅中的时候 孙姆姆也还特别告诉我说 当时的资金是怎么来的 他的经费是怎么来的 是向全世界的圣星教会的学生 圣星学校的学生跟他们募资 很多的小朋友是插着鞋子 然后赚一块两块这样子 然后把那一笔钱拿来台湾 给圣星卫来盖这个学校的 但是很可惜 圣星女子大学的一个教堂 教堂 他没有把它落成 他没有盖起來 不过现在许设计师要设计 但是丹夏建山的一个建筑物 其实大家耳熟能详 甚至你到日本都曾经看过 那就是富士电视台 还有新都厅的市政中心 也是他盖的 休息一下广告过后 我们要带您来看的是 这世界级的建筑大师 丹夏建山的建筑 欢迎回到全能事务所 跟大家聊聊丹夏建山大师的作品 但是我们刚刚聊到了之后发现 其实这个圣星女中站的位置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这个龙米路嘛 但是后面这里其实很多的蒙阿婆 我想问一下林正义林老师 像这样子它会有冲突吗 就是它后面是坟墓地 然后这边盖学校 那虽然学校里头要盖 即将要盖教堂了 但这样子会有一些禁忌 因为那个地方是有一条龙 所以那个龙米路 是因为那条龙 所以取了 那个地方叫龙形 形状的形 是 那么龙形 这一块板块 其实我给各位看 就是这一块板块是一颗钻石 你想想看 要一个板块要成为一个直线 那么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 就很像一个磁场很强的东西 它会有结晶体 这个结晶 基本上就表示这个板块的磁性很强 好 这个板块里面唯一被河流环暴的 就是我们看到了巴黎的这一块 所以古人认为巴黎的这一块 是一个好风水的地方 所以才会有很多仙人的这个铃骨 希望放在这里拼印尺寸 那刚好盛兴就刚好是在这个农米路 也就是龙形这个环暴区 那龙形这个环暴区 基本上它是上面有一个条龙 那么往下下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河道的是一个环暴点 那环暴的话就表示友情 也就是说地理上它的能量是适合人 也是适合比较有灵性的地方 所以我们看到了盛兴 它基本上它的地理位置 基本上是在一个河流环暴区 而且是本身的山的这个龙的磁性 特别的强 为什么会有古人会喜欢这一区做坟墓 就是因为它有龙脉 它叫龙形 前面就是一个龙米路 都跟中国喜欢的 那龙不是真正的龙 而是说地底下里面 它会有一种能量 那这种能量基本上 它除了电磁场提供给你之外 它还有一些量子 那基本上尤其是龙穴 你在龙穴里面 如果你许愿 那速度就会变得很快 所以这也作为学校或作为教堂 其实是好的 因为它神志亲民 学习的一个好地方 就是说 这种能量会让你头脑清楚 对 那神志宁你的灵性更 不是只有头脑清楚 不是只有逻辑 你超越逻辑的部分 你还是要有敏感 所以教堂当然我们希望 这宗教是超越了理性的部分 在超越理性的部分 那盖教堂 当然这个能量是足的 难怪我跟我们那摄影师 我们在这边待了一个下午 因为为什么会在这边待 吸收的人 对 我们坐在那边的话 就静静的看它的整个光影的一个变化 太阳从观音山下面下山 这个日落夕阳 夕阳在这边的话 其实 这边也是八大景之一 对 光影之 观音西照 对 直接照过来的时候 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那边 其实可以待上很长的一段时间 那么你也看到很多的灵修的人 是坐在那整个的 特意来到这个地方 是直接在那边灵修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感觉 感受出来说 它那个地方是完全的 既然不同的一个感觉 另外他们在建筑特色上面的话 还包含了像是他们那个墙面 每一颗石头 那个墙面的闽石子 是跟地板的闽石子 完全不一样 大小颗粒 它从而是闽石子 可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大小 听说它是为了要近看跟远看 给你不同的感受 所以很贴心的地方 就在这里 不是只有选一种尺寸而已 它是很多种尺寸 这个洗石子在里头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戴亚建三 其实它的建筑风格的话 其实是随着日本的一个 转变的话 其实它有呈现出不一样的风格 其实摄影棚现场 现在有四个荧幕 四个案子 首先呢 盛心 代代目 盛玛利亚 这三个案子是在建筑师 如果是创作的一个分纪点来讲的话 它是黄金辉煌期 所谓黄金辉煌期就是说 你还没有真正的说 成为国际扬名大人物 那已经 却已经超越了刚开始 只是为了机能而设计的那一段 你已经累积了相当多的养分 那你也有没有太大的包袱 你真的为了你的理想 为了你的心理所设计出来 所以其实如果我可以来讲的话 我会建议 盛心女中 代代目 跟这一个圣玛利亚 这个都是他在50岁左右 就是我们说黄金阶段 他在30 40岁的时候 还是有点学院派 都以功能性为主的 发表一些计划 或者做一些景观的部分 其实刚刚主持人有问了我 说这一个东京都厅 这个不知道怎么搞 这个个人感觉吧 他这个已经是相当成名了 非常大人物之大人物 东京都基本上来讲 它是相当多的团队 已经不是建筑师一个人在操作了 而且建筑师疲于奔命 一些财团 政治 都是要跟这一栋交在一起 你说他有多大的心思 在建筑里面 我目前 我个人可能我比较笨拙 我没有办法感受到说 这个东京都梯 它有多大的 这一个丹下建筑的一个 精神 纯净的心在里面 所以如果是以一个建筑者的角度而言 我比较可以说得上话 大概就是圣心女中跟代代目广场 跟圣玛利亚教堂 你可以看出这 一个是教堂 一个是竞技馆 你怎么感觉说 他的这种流畅度 跟这一种 让人家看起来生起了一种喜悦 怎么这么相似 这个其实是跟他的创作 这个是他真的有花心思 去做的一个案子 他是非常 你看我们刚刚讲的 这一个圣心女中 这一个教堂 这个原本也是 曾经拿来想说要套用 但是这个用在台湾 用在巴黎的山上 可能还是有一些些的困难 所以这一个 其实它是十分之流畅 就建筑行为来讲 它是以一个薄壳 然后来做一个连结 也就是说 它施工是有它的一个难度 建筑师它的这一个表面 所使用的材料是什么 因为它这个材料 其实用得非常的好 就是说我们在看的时候 它的一个线条感 以及它的光影的反射的话 其实在这一边的话 其实会呈现出来 这个是金属 对 它是用金属 对 因为这个如果 我没记错 它应该跟我们十三盎博物馆 应该是有一点类似 就是说一样 我们巴黎不是有个十三盎博物馆 十三盎博物馆 它那个表面材 这个是相当耐久 然后它这个 当你从外观扬起的时候 整个心情被拉伸 可是你走到四年的时候 你又可以把你的心 给沉浸下来很谦卑 所以这一个特色就是这样 相当相当好 这个竞技馆的这一个案子 其实它几乎就是 看到这个案子 我又想到 丹夏天上那一支铅笔了 就是说它的铅笔它是 它是应该怎么形容 就是说它是一笔下去 然后就是说好像是 好像古代的武林侠客 一把线招式非常之俐落 好像自然天成这样 其实它这么一俐落下去 它里面解决了 其实是工程难度相相高的 大的垮距 所谓垮就是不落柱子 所以这一个 然后圆的部分 跟这一个 它也不是说在同一线的水平上 所以它这个拉 因为这张图看的角度 还是有线的 它拉到另外一边是一个 又是一个圆形 然后那个圆形 也不是同一个水平面 它也就再拉起来 所以我对丹夏天山的这三个 也不是说在哪里 没有想到哪里 那是有线的地方 也不是说那是就能画的 就是不画面